周一长谈和大家深入时事话题 我们今天请到是李灿明省议员 他现在最新的代表就是 议会秘书专门负责在高等教育厅的范围之内 如何推动传统中医的教育 帮助昆仁理工大学成立了公立中医科成 所以今天对中医有兴趣的朋友来说 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相当劃时代的新发展 上半段你提到这些学生实习的问题 还有有些人希望能够和北京和其他中医学院 正正式式的大学在中国方面或者台湾方面 如何和其他结合做一个合作的方向 这方面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教育方面 我们也知道很多学习工程的 或者后来也有第二个语言要求 好像德文 你要学习工程 你要懂德文 在这个学校里面 你们有没有建议中文教育 会是第二个语言要求 亦都提过 没错 你说得很对 就是因为中医的传统在中国 很多以前是发扬出来的 其实后来到了日本 韩国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 其实都有中医的系统在 有时候他们不叫中医 叫汉医 但是原则上也是一样 这个原本中医的发场地 就是中国 中文其实是很多我们中医的典籍 里面的理论 或者一些临床的处方 很多都是用中文写的 所以如果有中文的根底 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文字 文献是相当有用的 所以我也有一个建议 就是新的课程 在昆仁理工大学里面的课程 有一课是中文 是必修还是算修呢 应该是必修的 必修的中文课程 令到毕业的学生 是有一些基本的中文的知识 令到他们有时看一些中文的药 中文的其他的理论 都有一个根底 当然中文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 所以这个课程 德文更难 我知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有时候读德文 有时候读法文 就是一个学校里面 一个系的必修科 所以也不出奇 如果是中医的话 可以令到他们有中文的知识 是需要的 所以在交流方面 当然你熟悉的中文 如果是可以去其他的海外 好像中国 或者香港 台湾实习 也是相当之好 这个也是里面一些建议 因为现在还未课程正式成立 还有这个课程里面的指引 也得到 这个昆仁理工大学里面的校董会 他们的课程 一些专家 是看过 是通过才可以成为一个整体课程 还有这个课程 也是跟我们高等教育厅有沟通的 因为现在 我在外面听到很多声音 就是说最终 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文憑的课程 应该是一个学位课程 有一个学位课程的话 就一定要经过高等教育厅批准 所以现在在昆仁大学里面的一些系 也都是他们很有兴趣研究 如何可以将这个课程更进一步 除了我们初步的文憑课程 令到这些学生 文憑课程完了之后 已经可以出来考一个中医牌 但是 假如是一个学位课程的话 可能读多几科 或者什么程之下 他可以安排到学生毕业 是有一个学位 也都是将这个 中医课程的地位再次提高 因为很多学生 很多时候他认为大学毕业 应该有一个学位 所以我们会跟着不同的阶段 推动这方面的事 所以提高他的地位 也要提高他的要求的标准 我觉得这是相互相成的 我觉得这个走向的话 我本人都相当认同 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你向省政府提出很多建议 除了你刚才说的 语言的一个要求 会是你向省政府提出一个建议的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 向学校 还有其他什么 是你听到的声音 向学校要求的 比如 掌学金等等 因为我知道 一路从宣布这个学校之后 一路省政府就说 不会增加经费 在开始这个 就是建立这个课程当中 就是不会增加经费 这个也是 大学里面 他初初申请 有这个课程的时候 已经向政府 知道政府这个要求 但是成立了之后 是怎样可以 在这个政府里面的资源 是可以和学生 帮助学生 其实你作为一个大学里面 招收的学生 因为每年都有 叫FTE 即是全职等 即是这个大学里面 收了多少全职的学生 那么政府会根据 全职学生的数字 是拨款的 亦都可以看到 其实你既然成为 这个大学课程里面的学生 的话 这个学生 亦都受到 这个省政府 每个学生的寶助 即和其他学生 应该是一时同仁的 所以 在这方面来说 亦都可以减低 那个学费的要求 我相信 这方面 亦都是公立大学里面 一个的优势 所以 另外一方面来说 怎样可以帮助 这些学生 有几方面 也都 除了这个学费里面 我们应该 亦都有建议 就是有一个社区的 或者一些 籌款的基金 帮助这些学生 或者是帮助 做一些研发的工作 因为做中医 我们亦都可以建议 其实宽能理工大学 亦都可以和其他大学 是有合作的 这个合作当中 整个省政府 如何可以在当中 帮助他们 做研发的合作之类 这些亦都是 一些不同的资源 可以云用 或者是和海外的学校 或者海外的学校 有些合作 或者交流 这些合作研发 其实是可以带动了 整个中医的提升 有时我们都见到 很多海外的学者 来讲学 他们有些专家 当然本地的学者 亦都受益 这里的学生亦都受益 所以这些互动 是相当之重要 所以我们亦都希望 在省政府里面 如何增加这方面的互动 如何帮助他们 所以中医管理局 亦都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如果是 国际知名的中医 他们来到这些 虽然不是在这些挂牌 也没有在这些注册 但是他们可以短期 在这些移诊 或者是在这些 做示范性的诊断 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些 都是大家长时间 因为中医在这些时间 毕竟是短的 但是如何整合很多的 例如 高等教育 也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推动 我觉得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我现在最后要问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医 传统中医何时会成为 我们MSP的 政府医疗保险的系统里面 这个的敏感问题 我可能要给一个敏感的解释 不过我觉得 其实中医在我们BC省 已经走得相当之前 比较是其他省份 好像针灸 其实已经在MSP 在医疗公立的医疗系统里面 已经有一席位了 为什么一席位 大家都知道 其实针灸在我们的十次另类治疗 每年有十次的另类治疗 政府有寶座 有些低入息的人士 个人和家庭 他们是可以用这十次的寶座 当然这十次的寶座 包括针灸 包括物理治疗 或者其他针灸的治疗 所以怎样可以令到TCM 令到中医药 其实都可以在那个寶座计划里面 我想这个是第一步 是怎样可以在公立的医疗系统里面 有一个寶座 Supplementary Supplementary 我想这个是第一步 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将这个寶座计划里面 一些的医疗方法 可以提升到整体的MSP里面 普通的MSP 普通的医疗系统里面 因为有些人现在我们是不得到寶座的 好像你去看这个针灸 你没有寶座的 因为你入息太高了 所以就有这个方法 我也知道我们BC省 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很前 其他省份其实是没有这个寶座的 所以怎样可以整体来说 好像现在全国来说 我们的这个针灸 亦都可以不需要给这个GST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有五个省 他们已经有这个系统 有这个考试系统 有这个标准 令到他们执业的人士 他们可以有一定的标准 所以联邦政府看到 有这么多省已经实行了 这个中意针灸系统 那么可以呢? 就不需要这个GST 所以事实上 我们大家都希望 中医是加拿大树的地位 能够提升 所以这个亦都双向 除了你的工作 所以你的工作 就是这个双向里面 最中间的部分 你要向政府解释 要向政府推动 但是同时呢 政府 因为这个牵涉到 不只是保险的问题 而是一个全国性的 就是医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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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工作 也都帮助中医界 在这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规范性和标准性 这样的话 就互相 我们的医疗系统和中医的契合 会越来越早些 是一条很长的路 但是可以走快些 你也知道 因为你本身也是医管局的顾问 我在里面不是顾问 也是副主席 也是一个对我们中医的规范 我会提供一些程序上 应该注意的事情 所以你很清楚这条路是怎样走 第二 我们知道 我们希望大家好好走 但是如何走得快些 走得正确些的话 就真的需要 像你这样的国会秘书 来给我们很多计划 业界人士也将医疗的质素提高 提高 很重要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中医的效用 中医的标准 和大家在社会里认同 所以我们今天周一长谈和大家说中医的 虽然是说中医学院的问题 但事实上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提升中医在加拿大方面的质素 和他们的标准化 这样我们能够和正式的医疗系统结合 吻合的机会 和他们的療程 和他们的程序也都会快些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周一长谈 能够请到这一阵明省医院 和我们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